大家好,我是老鱼,今天跟大家分享拍摄短视频需不需要稳定器这个话题。 前几天一个网友私下私信给我,问老鱼啊,你拍摄短视频用的是什么稳定器? 你用什么手机来拍摄?拍摄短视频的话,必须要稳定器吗? 咱们就这个话题今天唠一唠啊。 首先跟大家再次交代一下,我拍摄短视频主要就是用于运动相机,因为老鱼手里没有微单,只有两台运动相机。 老鱼拍摄事外的短视频啊,都是用GoPro7和GoPro8加一台稳定器来完成的。 这个相机就是我的GoPro7,这个专门就是GoPro的稳定器,专门用于GoPro7的一款稳定器,打开给大家看看啊。 老鱼平时出去拍摄短视频,公园里啊,还有路上,基本用的就是他,他就是我的主力武器。 老鱼为什么用他,而不用咱们大家都用的手机呢? 这里有几点老鱼给大家交代一下啊。 第一,他的画质要比手机好得多,如果你用到的话就会知道。 尤其在白天,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,他的画质肯定能赶上一般的高清摄像机那种分辨率和锐度。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,老鱼,GoPro7的本身的电子的防抖做的已经很好了,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款稳定器呢? 这就从个人的一些感受上说一说,如果你用GoPro7,用它的三节自拍杆的话,咱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话,它的拍摄角度肯定会更高,场面肯定会更大。 但是它的稳定程度就没法跟加了稳定器的GoPro7相比,为什么说呢?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 加了稳定器的运动相机,你看不管你上下,你怎么摇左右,然后你可以这样,可以这样,可以随便的变换角度。 你看到,看到相机始终没有变换水平的这么一个角度。 如果你按上自拍杆的话,就像这样,由于你拿的不稳的话,它会左右发生倾斜,左右发生倾斜的话,你这个画面就根本没有办法校正过来。 像上了稳定器的情况下,你不管左右,你上下,前,后,它都会保证一个角度的去冲着拍摄的物体。 这样稳定程度会大大的提高,不管你怎么动,上下左右怎么动,它都很稳定。 换起来,它的手柄上,有很多调整菜单功能,还有一些单向功能的使用,这里咱就不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了。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啊,这个手柄里装的是大容量的电池,你充满以后呢,它可以反向的给你的运动相机充电。 即使你运动相机的电池,电力不足,它会反向的冲到你的运动相机里。 这一点是很贴心的一个功能。 现在许多手机里啊,拍摄视频都已经有了稳定的这么一个功能,况且效果也都不错。 我媳妇平常出去拍摄视频的时候,就用她的OPPO手机。 拍摄的效果也算可以啊。 在小幅的走动的情况下,还可以。 如果你走急了,走快了,甚至跑起来,那针就没法跟带有稳定器的这种相机,或者是手机,来相提并论。 当你的验场杆,验场到很长的时候,它的稳定度,由于咱们这个利弊的加长,稳定度会大大的下降。 还有就是说,你把这东西伸到那么老远,你很难控制它的左右,上下的这个方向。 手机加上这种验场杆的稳定度,是没法和稳定器相比的。 如果你的手机想要拍摄更美,更稳定的画面,建议你上一个手机的稳定器,它的减震效果,它的稳定效果,和我左手拿的运动相机加上稳定器的稳定效果,肯定也不会差。 况且手机的夜拍功能,要比运动相机的夜拍功能要强大很多。 所以说,如果就想拍摄质量好一点的短视频的话,手机加上稳定器也是很必要的。 你想,如果你的画面上下左右的跳动,拍的像我们以前的电视节目焦点访谈当中的暗访的那个效果, 那个就没什么美感可看了。 你想想,如果做自媒体,拍摄短视频,没有一个稳定器的话,能行吗? 关于拍摄短视频需不需要稳定器的这个话题,老鱼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我是云游的老鱼,喜欢我的观点,就请关注我一下。 让我们一起学习,共同提高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